對啦 可以可以可以 警方拿著防護工具 一股作氣沖上二樓廚房 壓制一名五十多歲男子 對著他噴灑辣椒水 將他反手上銬 告當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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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告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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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名警銷沖上前 但整個二樓廚房的地板超滑 因為這一名男子 在地板撒了桶裝的沙拉油 還開火煮了滾水 一股企圖用滾燙的熱水 潑灑攻擊警銷人員 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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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不要拍拖 跟鼻子 跟鼻子 十四號下午四點多 警方接獲報案 民眾表示這名男子 吃了菜刀和家人對峙 情緒相當不穩 疑似是因為和家人爆發口角 讓男子氣不過 又潑油又煮滾水 家人親情喊話 一個多小時還是沒有用 最後只好報警處理 他在家裡跟家人做口角糾紛之後 然後有燒一股滾燙的熱水 然後跟家人說 如果有家人靠近他就要潑灑他 警銷人員和男子 僵持一個多小時 最後成功將男子強制送醫 索性警銷人員沒有人受傷 平安結束這一場驚險季 借黃迅SNG小組高雄報導